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感谢各位收看评头论足 微观天堂 之前手办都是在做图文 可以说这小姐姐在微观天堂视频版里面真的是久违了 回想一下之前的微观天堂里面好像都是一些牛鬼蛇神 那咱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 哈比麦克斯最近刚刚问世的1比10比例的薄莉玲梦手办 咱们今天就来简单的说一说 首先1比10的比例虽然说不算大 但是这次盒子也算是不小 方方正正给我的第一个感觉 就是这次哈比麦克斯的包装确实是有点久违了 因为之前无论是星辰也好还是尼小倩也好 都是普通的彩印纸盒 的确是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这样的后织版加上魔术贴 带翻杆稍显豪华的包装配置了 毕竟这种包装是看起来极有档次 而且还便于收藏 不用担心盒子会被压毁 咱们接着就是把这个手办给简单组合起来 因为这一次无论是地台搭配的背景鸟巨大门 还是灵梦主体匹配的特效件 加上一些零七八岁的小饰品 还有飘动的头发 总之为了最终实现这款手办 灵梦那种生腾飘逸的感觉 我们依旧需要小心翼的给它全部组合上 同时加上这次手办的比例确实是不大 所以在这个结构部分 相比1比7或者是1比8 都可能会感觉结构有更单薄一点 所以在操作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细小的位置 千万别弄断了 好咱们组合完成之后 先来看一看这一次的造型 说实话虽然东方系列接触不多 但是在十几年前我还真的是一度沉迷过 主要就是那个时候电脑配置也不高 玩了一款弹幕射击游戏 就是东方永夜超 说实话虽然说不是那么容易死 但是那个小子弹 我现在感觉还是没看过哪种小飞机游戏 有那个密的 还是比较变态的 另外既然是玩了 肯定会或多或少看到一些过场的对话例会 而我看到的灵梦 那个时候还是这个样子的 之后也有不少各种各样的例会 比如说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还有这样的 风格都差不多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傻傻的小女孩 不管怎么换 这风格还是基本没变的 不过再来看今天这个柠檬 感觉果然是不一样 这一次造型是出自国内同人社团 二维镜像的东方系列二次设定集草着一书 而手办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亮相了 最早是以GK的形式参展贩卖过 而这一次量产也是在一些细节处理和造型部分 进行了一些官方相关的修正 但是不管怎么说 当时的小女孩 这一次呈现在大家眼前的 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 也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萝莉 那么在外观方面 毕竟是采取了生腾的造型 同时加上手部符纸的条件 非部的头发 巫女符的长袖 还有手中的玉璧 怎么说呢 这款手办给人的第一印象 就是充满了S型的曲线 的确是衬托了少女的飘逸感 同时加上并部皱正身后清新鲜的鸟居 所以整款手办充满了那种不稳定感 也可以说是比较富有动感 还是挺有看点的 在细节做工方面 其实感觉和以往哈比麦斯产品都差不多 我倒是没有发现什么中奖 但是感觉这次在漆面部分的磨砂质感 会比之前弱一点 也可以说颗粒感是小了一点 反正感觉和以前不太一样 也许是犀利作用 但是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在手办的人物服饰部分 发色没有官图之前表现的那么红 饱和度偏低 而第二个就是在手中的符咒部分的特效件 在装完之后 对齐的位置也和之前官图表现的有点甜差 不过在整体的视觉效果方面 其实影响也并不算大 无所谓 接着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这款灵梦的细节造型 我感觉还是有些地方可以说一说的 首先就是面部造型部分 这一次面部的涂装修饰还是比较少的 除了眼部带有音还有嘴部是进行了处理之外 其他部分并没有给什么强调结构的阴影涂装 也可以说算是素颜登场 这么处理确实会让人感觉有那么一点黄毛丫头的意思 另外在齐瑞海下面可以看到灵梦的眉毛 个人感觉略显紧张的眉毛角度 在配合上面部轻松的表情其实并不是特别合适 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 而另外毕竟是黄毛丫头 可以看到四周非常飘逸非常长的头发 都是棕色的发色 飘动感还是可以的 而另一侧也有少量的长发 防止单侧视觉效果的不平衡 同时可能是因为本身尺寸比较小 所以在个别位置可以看到长发衔接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在头饰部分则是尺寸大大的红色蝴蝶结 边缘位置可以看到是给出了白色图案 其中符咒的特效是通过方形卡榫固定在这个位置 那么在躯干部分说实话 对于绅士而言我感觉确实是没什么看点 完全是属于标准的贫乳飞机场 说到这儿突然感觉这个嘴巴有点干涩 没别的意思就是干 那么在上半身浮饰部分 可以看到边缘是给出了涂装分色 可能是因为尺寸比较小 所以在这些个红色边缘涂装表现 并不属于那种特别清楚的 但是腰部黑色的蝴蝶结 倒是把注意力吸引了一部分 下半身则是这种短款的巫女百折裙 边缘位置可以看到是带有白色的巨齿图案 同时在褶皱部分为了强调结构 是给出了这款手办上为数不多的阴影涂装 这个部分的处理我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受光面还有阴影的感觉 让裙子的刻画还是比较富有立体感的 下半身一会我们重点来说 首先回到上半身 这里为了凸显柠檬飘逸的感觉 在袖子部分和头发一样 都使用了大量的曲线来塑形 同时袖子部分是带有多层结构的 内衬的红色恰好和白色的大袖口 形成鲜明的对比 同时无论是在袖口的上方 下边还是边缘都可以看到 这边是带有丰富的花弯图案 再配合上珠光色的渐变涂装 确实是在服饰部分增加了一定的华丽感 但是红色分色部分可以看到 个别位置带有一点隐约轻微的异色 两手所持的道具不同 首先左手捏着一个符咒 在符咒部分上面对于各种细节图案 还是有刻画的 但是也看不出来上面画的是个什么 而另外一侧是巫女常见的道具玉璧 可以看到这个小碎碎是超长的 同时杆子部分被制作的也是超长 带来的视觉体验说实话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你看这么细 我真的是感觉这两个部分损坏的几率 还是比较高的 不过也不得不承认 这个长到夸张的玉璧 在配合上灵梦这次的腿部结构 确实让整个造型部分充满了一定的修长感 就像之前说的那样 游戏里面看着是一个傻傻的小女孩 而这次的确算是个少女了 那么说到腿部 咱们就来看一看这个表现 首先第一个看点 就是在绅士视角的细节部分 之前GK版本的时候 其实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三角形内裤 而这一次官方说了 为了追求造型设定的还原 所以给灵梦改成了这种灯笼裤 虽然说算是刻意而为之 但是我感觉之前哈比麦克斯的手办 咱们也是看了不少了 确实对于这个地带也没有避讳过 所以这次真的就是为了还原 只不过可能看到这里 会有一些朋友会感觉有那么一点索然无味 我也有那么点感觉 所以三角还有灯笼是不可兼得的 而腿部造型设计非常简单 毕竟是少女 所以在这个部分 是那种看不到太多肉的简单结构刻画 下面配合上一个深咖啡色的长筒袜 确实算是一个看起来很纯洁的巫女 很纯洁的巫女 脚步穿的就是一个大家看到的这种长脚的搭幕机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什么更专业的称呼 但是这个大鞋还是比较夸张的 如果要是真走路的话 不知道是不是会像踩高桥一样的感觉 这个造型还是很有意思的 地台部分的设计也是别有一番风情 底座就是一个平板 而表面为了迎合情景 附加上了一层漩涡状的透明特效件 而真正作为支架的部分 则是灵梦身后这个像是被召唤出来的鸟居大门 正好是把整个手办给支撑起来了 虽然大家能够看到这个设计还是比较简单 在涂装方面也没有采取什么特殊的质感或者手法 顶部采取光面油漆 而下方带有一点阴影涂装在柱子上 但是对于整款手办在气氛的渲染 或者是整体的情景感方面的表现 我感觉作用还是不小的 同时也比干色的脚步 铁装固定在地台上更减效果 我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那么纵上所述 对于我这个从游戏里面 第一次接触到灵梦的人来说 这次手办确实在造型部分给了我不一样的感受 最明显的就是从一个像是小学生一样的小姑娘 现在变成了一个活脱脱的少女 长长的玉璧和飘逸的长发加上特效件 同时在配合上看起来像是成长中的干瘦长腿 都能感受到这款手办在年龄部分的重新诠释 或者可以说看现在领梦这个样子 感觉要是再恶搞它似乎就不那么忍心了 这款手办虽然说信息量不少 但是比例是比较小的 同时也让人感觉有些位置 因为尺寸的限制 可能并没有实现特别丰富的细节表现 如果能再稍微大一点的话 我感觉在观感方面应该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但是也不得不说 可以看到目前哈比麦克斯 正在一步一步的向国外的IP靠近 所以日后国内的厂家 能够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国外题材 还是很让人期待的 那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 大家感觉视频不错的话 别忘了点赞投币收藏 同时订阅评投论组的账号 最新的节目资讯都会及时的进行推送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